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围盖茨写过两本传记的詹姆斯·华莱士周一表示 盖茨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科技宅 他的好色在圈内早已人尽皆知 华莱士说 盖茨在哈佛求学期间就很喜欢参加狂野派对 更是罗体夜店的常客 创业了微软之后 盖茨和其他微软员工往往连续两三天编写软件代码 然后出去疯玩 比如去夏图的罗体夜店开派对 盖茨还曾邀请舞蹈演员到朋友家中的豪宅室内利用池里挪泳 华莱士还爆料说 盖茨在外出出差时也很喜欢和同行的女记者或者论坛工作人员挑情 并让盖茨的多年老友微软前高管韦恩·拉本也证实了华莱士的说法 拉本说道 盖茨喜欢参加聚会 在和妻子梅琳达初次约会时并不忠诚 但她一直对自己在婚后没有出轨感到非常骄傲 而且 在与梅琳达长达27年的婚姻中 盖茨婚后每年都会与前女友温布莱德出去度假约会 她们会去北卡罗莱纳州卡罗拉的海滨别墅一起散步 遛狗 骑自行车 共度一段时光 而这些都得到了妻子梅琳达的手肯 纽约时报也在添猛料 据盖茨的高尔夫球友说到 盖茨曾大道苦水 这和梅琳达的这段婚姻是无碍的 已经结束了 他们现在正在分开生活 还有消息人士告诉记者说 这对夫妇离婚的消息其实并不令人惊讶 因为比尔盖茨和性侵大方爱波斯坦的亲密关系 一直是他们婚姻中的定时摘要 甚至在疫情期间 盖茨和梅琳达一直就离婚事宜进行商讨 而另一边 美国社交APP上也发酵了几件事 最近很多网友都表示 自己在约会软件Tinder上 划到了一个印象不到的人 比尔盖茨年轻时的这张小先生照片 最近频繁在Tinder上出现 还有网友脑洞大开 建议贝佐斯也许可以考虑一下比尔盖茨 两人将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夫妻党 不过笑归笑 Tinder也实属无奈 他们表示将加强对用户资料的审核 也提醒广大用户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受骗 而这对夫妻的离婚瓜 不知道我们还要迟到什么时候呢 下面来看一下第二条新闻 各家零售超市今天更新了最新口罩政策 第一则是解除口罩令 其中规定在辛巴克 沃尔玛 山谷超市 确得旧超市中 顾客可以不戴口罩 但是员工必须要佩戴口罩 第二则是保持口罩令 5月14日起 如果所在州已经解除口罩令 那么CASCO允许完全接种的会员 不用佩戴口罩 也不要求提供疫苗接种证明 但CASCO内的药房 眼镜店 助听器店 永远需要佩戴口罩 沃尔玛在5月18日星期二开始宣布 完全接种疫苗的顾客可以不戴口罩 除非所在州有特殊规定 全美各州口罩新规为 截至截稿为止 明尼苏达州 肯塔基州 内华达州 俄勒冈夕法尼亚州 华盛顿州 伊利诺伊州 康涅迪格州 马里兰州 密歇根州 北卡罗莱纳州 佛吉尼亚州等以表态被解除口罩令 纽约州 夏威尼州 马省新泽西州 华盛顿特区以及加州 仍在观望中暂未解除 所以你去这些场所还会继续选择佩戴口罩吗 下面来看最后一条新闻 清晨 当纽约人从涮冬中醒来时 既然发现一直让纽约客引以为豪 历史悠久的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 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垃圾场 草坪上散落着垃圾 真管能飞行物 标志性的喷泉中漂浮着一拉罐 一片狼藉 让人惊叹 这一次不是烫鱼者的不满 而是昨夜 这里遭到了几百年轻人的清洗 用来庆祝终于可以摘掉口罩的狂欢派对 据报道 数百人入夜聚集在一起 不戴口罩 有些人用麦克风现场唱歌 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许多人摘掉了他们的口罩 因为疾病控制防御中心 CDC本周更新了关于面部口罩的指南 说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人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不戴口罩 但是这些年轻人中又有多少完全接种了疫苗呢 我们不得而知 而且即便CDC指南更新 但是纽约州长已经第一个跳出来 表示纽约现在仍然有口罩令 显然这些年轻人 则也已经违法了纽约州的规定 纽约是世界的不业之都 这里有很多酒吧 在疫情以前 这座城市是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实际路口 小小的一个曼哈顿岛充满活力 但是随着去年三月 纽约成为了全美也是全世界的疫情火线 医疗保健系统一度处于崩溃边缘 尸体堆积在停尸房和街道上的冷藏车中 州长扑莫在三月份发布了居家令 关闭了企业和非必要的零售商 并告诉人们待在家里以减缓病毒传播 这座城市随后俨然变成了一个鬼城 曾经欣喜扰扰的纳哈顿街道 一夜之间变得冷冷清新 富有的纽约人逃往了自己的第二居所 而一些人永远地放弃了在大苹果的生活 但与此同时 无家可归者的人数激增 城市的街道上开始出现了一些游民营 数百万人一夜之间陷入失业 更关键的戒毒服务 在这场大流行中被抛弃一边 近几个月以来 随着纽约人在去年大流行病改变城市后 开始恢复正常生活 华盛顿广场公园 也仍成为一个受欢迎的聚会地 酒吧和餐馆的严格限制 在大苹果仍然为完全重新开放之下 一些人开始感到无处欢聚 就把派对带到了华盛顿广场公园 而这个曼哈顿著名公园就变成了一个垃圾场 曾经这里是家庭放松和跑路者慢跑的热门场所 现在变成了满地针头和脏衣服 周围部分民众表示 他希望政府能够尽快恢复这个城市的活力 让这些年轻人能去酒吧聚会 而饶了这个漂亮的公园 现在41%的纽约人已经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 超过一半的人至少已经接种了第一针 该市正在继续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重新开放 本月对受到严重打击的餐馆和酒吧的限制再次放宽 从5月17日起 全州酒吧和餐馆户外用餐区的午夜消遣将被取消 随后室内消遣将于5月31日取消 此前从5月3日起 顾客终于可以在纽约市的酒吧里坐着了 而且早在几天前 库默有争议的大流行时代的规则被废除 该规则曾要求顾客在酒吧和餐馆买酒时必须点菜 虽然这些规则的取消可能会让人们回到这个城市标志性的酒吧和餐馆 但与其同时 聚会者却没有放弃对华盛顿广场公园的热爱和毁坏 这条新闻也让很多美国人非常气愤 有人表示 曾经的大苹果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么肮脏暴力的分坑 还有人表示 纽约正在成为美国最底层人民的家园 如果说这就是常态下的纽约 谁还愿意生活和去那里观光呢 纽约市同样也是华人在美居住最多的城市之一 昔日世界之都如何变成今天这样 相信很多华人朋友都有自己的看法 看着这些年轻的面容 他们可是美国的未来 如果继续下去 纽约还有救吗 纽约的今天是这样 难不禁让小编联想 美国的明天又会是怎么样呢 这里是华人生活网的新闻 下次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